摆放支撑架,将轨道放置在支撑架上,准备拼接。 注意,面对操作界面时,尺条音位于轨道左侧,取下轨道端板。 将轨道对接。 为装配的光轴插入轨道AUTO。 用轨道对接板,加强拼接处。 取出矫正用的短尺条,通过4分秒锁,做短尺条机用处的电剂。 用尺寸无法矫正,车松用整个轨道尺条,再继续矫正。 取出力量的外溜角螺丝。 我骂滑入比对它好。 我感知还有第一点进一步的继续。 , 定位完成后,封锁轨道再来。 取出在主部机箱的轨道里头。 主部机箱底部轴承对准光轴,将其轻轻推入纵向轨道。 主部机箱底部齿轮和轨道上的尺条咬合。 在断电的情况下,手动推机器能够平稳滑动,微微感觉到电机齿轮带来的阻力。 根据切割使用后等离子、转气等不同情况,将等离子相线或人气管撑过坎坷垫。 线管经过主机箱后,从主机侧面移除,运来被解键迷接。 嵌入视角高气,是等于主功能中的高度自动调解装置。主要作用是,机构前定位桌腔与钢板的高度。 机构过程中,根据红压设定值执行调解高度。屏幕是显示界面,按键可以控制是否规动调节高度。 按开单键,主要更改定位高度级和红压设定值。 二者是越大,初始定位高度和运行保持高度越高,初始高度和运行保持高度,在35秒里为宜。 红压设定一般在100-160之间,定位高度一般在0.5-10秒之间。 其他两个参数保持唯一即可。 系统开单证明内,按下键可以调节大数按键,确认键换行。更改后按键和键生效。 定位测试安定一次,我们来检测定位高度是适合合适。 其次测试,风力检测,最快的等于是和正常交接,以及等于是和正常工作。